大腸鏡點查最常用於病人來求診時 發覺大便有不正常的情況 或是排便習慣改變 或是去隔血 或是所謂叫散 即是黏液出來 這些不正常的大便 我們做大腸鏡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篩查它 看看有沒有癌症 或是有沒有不正常的食慾 我們知道所有大腸癌的癌症 大部分都源於食慾 即是一個食慾在身體的腸膜滋生後 大概7至10年左右 它慢慢慢慢就開始變成癌症 所以理論上 如果我們設在這個世界上所有腸的食慾 這個世界就沒有癌症 就是腸癌 但問題是大腸癌也是排第一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腸鏡是做得不夠 換言而言之 其實腸癌是一個可以預防的癌症 即是與肺癌、癒癌就不同了 肺癌和乳癌最多是照密些 希望在早期時發現到它 但其實腸癌我們知道它成因是食慾 所以說現在在街上 今天確診了腸癌的病人 其實如果它早一年或早兩年前 割了腸鏡之後 就可能不用有這個病 防止大腸癌 當然我們要做腸鏡去割除食慾 在早期時發現它 撤除了它 避免食慾已經變成大腸癌 其他病人可以做到預防大腸癌 當然你飲食習慣到外面 要加多些水溶性纖維 以及吃多些蔬果、菜等 讓它排便習慣 譬如你昨晚吃的一頓 其實今早應該會拔出來 如果你不是 譬如你兩、三天才排在前面 你的風險自然會比較高 所以你在飲食方面 可以調節一下 如果你發覺你吃菜 吃很多菜都餓不到 你可能要買補充劑 可以當維他命吃 水溶性纖維 混合在湯裡 或者液體裡 喝下去就幫助自己排便 快一點 哪些人需要做大腸鏡點查 就視乎病人的風險 有大腸癌的風險是多少 第一類 當然如果你直系親熟 即是媽媽、爸爸、兄弟、姊妹 有大腸癌 你就要在確診的歲數 之前十年開始 要做大腸鏡洗茶 預防大腸癌的風險 另外 例如普通大眾市民 完全沒有症狀的 我們的建議 都是40至45至50歲時 需要做第一次腸鏡 如果你那次做腸鏡 發覺整條腸是一粒四度 很乾淨 洗腸方面也很乾淨 有沒有大便在阻止腸鏡點查 即是確定你的腸是可以的 下一次照腸鏡 其實就是七年之後 如果你那次照腸鏡 發現有兩三粒蜥肉 通常醫生都會叫你 大約五年四、五年回來照 如果你發覺那次照腸鏡 有十幾粒蜥肉 或者你蜥肉很大粒 或者有些蜥肉 開始有細胞病變 有些危險 我們醫生通常會建議你 一兩年回來照 即是好似乎你第一次照腸鏡 睡得到什麼 大便的隱血測試 對大腸鏡有沒有幫助 其實就沒什麼大幫助 沒什麼大意思 因為大便的隱血測試 只是點查大便裡面有沒有隱血 即是說 如果是呈陽性 即是大便裡面有血 大便裡面有血 可以是痴瘡 可以是蜥肉 走出來 或者是你有腸炎 或者甚至乎上消化到 胃酷羊 十二指腸酷羊 都可以令到你的大便裡面 有隱血呈陽性 但問題是 你大便的隱血測試是 即是說陰性大便沒有血 是否代表你沒有這些病 就是絕對不是的 即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癌症 就好說沒聽 有癌症 有一部分人其實都大便是測試 隱血是呈陰性的 即是說 流大便的一剎那 腫瘤是沒有流血的意思 所以你做了大便 隱血測試之後 發覺是呈陰性 你掉以輕心 你疑無理 反而是不太好 所以最直接其實都是做搶鏡